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客人的这个 每个人的这个鼻子 现有的情况不一样 我们这个线呢 设计的是大宗 大就是比较大众的这个 如果说他的鼻梁想顶起的高度 这个就是他本来脸型都小 顶的高度 这个线长太长的话 那你可以自己修整一下 这个线的长度 但如果不够的话 是没办法加长 你只是可以 就是说不用下到太根部的地方 或者是下到根部 从这个地方就是下深一点 让线从这里就开始顶起 这是一种小的技巧和方法 那我们现在开始来做的 就是这个鼻背这一块 鼻背这一块的话呢 我们用我们大号的这个钝针线 我们用的那是什么呢 是什么线呢 市面上常用的大号的蛋白线 那用这个线做呢 它第一是支撑时间比较长 第二的话呢 它的排出的鼻形的效果非常的漂亮 那个线的长度呢 可以由我们就是根据客户 它的这个鼻形的需求 那它们三根是不需要 只是在这个三根下方和这个鼻尖上方 脱风鼻这一块的过程 那我们大家可以看到 只是在这些地方需要 那我们现场的设计呢 就是刚好在这个过程的长度 就是刚好的 我们在上方的设计之间 我们看到这些东西的 biggest气象 我们在上方中的东西 我们今天有很多人 我们下方中的顺便 我们下方中的音乐 我们下方中的这些东西 我们下方中的 сп ell 我们下方中的 blamed 我们这个时候开始开口 开口的时候 我考虑到我要把鼻翼这块也同样做起 那鼻翼做起的话 我们都要注意不能直直的从这个上方开口 那我们要从这个方向开口 开始的时候 通腔体的时候会有一点 待会就没了 我们可以看到针头的长度在哪里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知道我们的线要停留在哪里 针头在这大概向后四个毫米的地方 就是线的位置 好 我们把线放在这里 我来说我们的带门 然后在哪里 就这么多了 再带我去不离费 里面 这边 就是 那边 我们可以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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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只能从这里到这里 这就是一个桥段式衔接的过程 这就是一个桥段式衔接的过程 我们现在越来越清晰的看了 只是差这一点点 这就是一个桥段式衔接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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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一个桥段式衔接的过程衔接 这就是一个桥段式衔接的过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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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衔接 这就是一个桥段式衔接的过程衔接的过程衔接的过程衔接 这就是一个桥段式衔接的过程衔接的过程衔接 这就是一个桥段式衔接的过程衔接的过程衔接的过程衔接 这就是一个桥段式衔接的过程衔接的过程衔接 这就是一个桥段式衔接的过程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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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这个桥蛋是从内延角到眉峰袋上三分站 去做一个直线的一个连接 下来我们做它的鼻翼的收紧 在做鼻翼的时候 为了防止这个很多学员说线头会出来 它是因为你竞针的角度不对 如果你先向内竞针 对 竞钩一定的深度 然后再向下竞针 有一点痛啊 我一定要看到它走的 因为鼻翼不是那么的厚 一定要注意不能走穿 好 感谢观看 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客人的这个 每个人的这个鼻子 现有的情况不一样 我们这个线呢 设计的是大宗 就是比较大众的这个 如果说它的鼻梁 想顶起的高度 这个就是它本来脸型都小 顶的高度 这个线长太长的话 那你可以自己修整一下 这个线的长度 但如果不够的话 是没办法加长 你只是可以 就是说不用下到太根部的地方 或者是下到根部 从这个地方 就是下深一点 让线从这里就开始顶起 这是一种小的技巧和方法 那我们现在开始来做的 就是这个 鼻背这一块 鼻背这一块的话呢 我们用用我们大号的这个钝针线 我们用的呢 那是什么线呢 市面上常用的大号的蛋白线 那用这个线做呢 它第一是支撑时间比较长 第二的话呢 它的排出的鼻形的效果 非常的漂亮 那个线的长度呢 可以由我们就是根据客户 它的这个鼻形的需求 那它